耶稣爱我万不错 明有神书告诉我 万小孩子出不过 亲爱的小朋友们 主日门恩 你们都好吗 现在老师有个问题要问你们 你们觉得爱主耶稣是什么意思呢 一个爱主耶稣的人会做什么呢 那么今天我们要从马太福音 二十六章六到十三节 玛利亚献香膏这件事 来学习如何爱主耶稣 月节快到了 耶稣和门徒要去耶路撒冷静拜上帝 这一天他们来到了伯大尼 有一个人名叫西门 请了耶稣和他的门徒们 到家里来吃大餐 为了请耶稣 他乐意做很多的事情啊 比如说预备地方 预备让客人清洗的水 预备美味的食物 以及伺候招待他们 马太和玛利亚两姐妹 也住在伯大尼 他们都是耶稣的好朋友 马太知道耶稣要来这里吃饭 就赶快过来帮忙 马太爱主耶稣 很高兴侍奉他 当时许多客人也被邀请来了 大家都围坐在一起 这时玛利亚也来到了西门的家 咦 她手里拿了什么东西呢 这是一瓶美丽的香膏瓶子 里面装了非常贵重 非常香的高油 当时香膏本来就是很珍贵的东西 玛利亚这瓶更是不得了了 是一个大瓶子 一定更贵吧 在吃喝的时候 大家忽然闻到一阵香味 充满了整个的屋子 他们停下来 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这香气就像美丽鲜花的味道 嗯 这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他们看到玛利亚拿着香膏 站在耶稣身边 将香膏倒在主耶稣的头上 又抹在他脚上 几个门徒看见了 就很不高兴 门徒中的犹大更皱着眉头 说玛利亚你为什么将这贵重的香膏抹在耶稣的身上 这样真是太浪费了 如果把这香膏拿去卖掉 就可以得到很多的钱 然后拿着钱去帮助穷人哦 主耶稣知道他们不喜欢玛利亚所做的 便对他们说 不要责备玛利亚 他这样做是因为他爱我 他把最好的献上 是一件美好的事 我很感谢他 我将要被钉死 也会被埋葬 玛利亚的香膏 现在交在我身上 就好像预备 为我安葬一样 以后 不论你们到哪里去传福音 都应该叫别人知道 玛利亚爱主耶稣 把他有的最好的献上 所以 这件美好的事情 记录在圣经里 小朋友 你虽然年纪小 能力也很小 但无论你做什么事 只要是从心里 为主耶稣而做的 就是爱他了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小朋友一定要记得 主耶稣 看我们的内心 当你凡事从内心里 为主耶稣而做的时候 就是爱他了 我提嘴巴先给主 我要常常做见证 万全归主哟 万全归主哟 祝你 祝你 你 老是